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506就是这几年 康都那两个字是真的是我亲自取的 你别说看字啊 这个木字旁边上有一勇敢的感 那就其实你在体现了你的一种野心 就是说你就是胆大妄为 小开发的人 这些年踩上点上 操盘这个卡布奇诺和康都的时候 正是中国的房地产 小河才露尖尖角往上腾飞的时候 这一路走来房地产最黄金时期 全让你赶上了 但是后来你走错了一步棋 澳大利亚那个事是05年的事 北京东四环这个看都的项目 你们在澳洲卖 卖给华人还是 卖给华人 你墨尔本布里斯班 还有新西兰的那个 我们都都做了工作的 因为我们当时跟最大的一个 华人经济公司合作 我给你算的 我记得是阻拦你 后来你不听 因为当时已经是 去是必然的 就是已经溅在弦上走了 不得不发 对对对对 然后您当时说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去之前对这个事 觉得这个事 是一个当时的非常大的一个创新 然后我对国外的市场 也不是很了解 然后就是当时找您算 就是实际上也是心里没把握 就找您看看这事能成不成 然后您当时的意见呢 就是一看我在半夜11点了 风尘仆仆 这么晚了还急急忙忙的 从西边跑到东边来 一看这事 您这个气场就 就是我 不对 明白这意思吧 这事成不了 但是呢 你觉得看八字没意义了 这时候我给你补一挂 当时你想让我看八字 后来我说我干脆 我说咱们别看八字了 给你补一挂 我说就聘你这个气场 我就断定你这事没戏 对 后来我说给你占补一挂 算一挂的结果是不好 对 挣不着钱 对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相当于就是 过去徒劳无功了 就是本来因为当时 我们实际上是提前做了工作的 甚至收了一些 就是当地的合作伙伴 甚至收了一些客户的定金 当时就总体来说是认为这个事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我们去了 然后相当于我当时唯一最重要的任务是扛着200份 200套 这个房屋的合同 因为得全部使用我们这边的合同 而且那时候没有往前 全部都是纸质合同 我那箱子 我带了两个箱子 有一个箱子里面全部都是合同 我们委托当地的华人经纪公司 然后做的一些前期的推广和收定金的工作 那最后为什么杀鱼而归就没成功呢 它就是因为你们最大的问题是贷款 就是按揭 哦 那个贷款没法批下来 合作伙伴没把事情做好 导致你们最后 功败垂成 然后你在澳洲等于就算是看了两个半月海 哎呀 那简直是爽呆了 来回跑啊 美中因为三个地方 悉尼 墨尔本和布里斯班 三个地方我来回跑啊 从这件事 让我感觉到学学是有它的道理的 就不仅仅是这一件事 就是从这件事 以及类似的事上面 让我觉得学学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原来做看都和卡布奇诺的时候 你那时候不太信风水 就是或者说你没有太重视 哎 对 就是并不是说你不信 就是说你那时候没有太把风水当回事 我觉得风水这个深奥的哲学和看待这个世界的这种方法 如果你的功力和你的这个生命力不够强大的时候是无法驾驭的 驾驭 甚至无法使用 我觉得我也是有个成长的过程 请我去看成都的第一个项目 你在成都操盘的第一个项目叫什么来着 彭子林一号 是在成都的 中建 中建地产成都公司 从来你到了这个中海地产成都分公司是哪年去 2014年 2014年 一个是这个叫 九号公馆 九号公馆 嗯 然后还有一个 西元 中海西元 紧江城也是我做的吗 紧江城 嗯 那个焦子大道那个一条街的写字楼当时也是还有我在任的时候修建的 嗯 焦子大道对成都焦子大道那个写字楼 对您去过那个我们那些 我去过 我也看看 中海国际中心 中海国际 这都是你 我在任的时候这个操作的一些项目吧 我感觉那时候你看着挺这个什么 挺这个 疲惫 你那个时候有点这个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明所以的狂 狂妄呢 不能说狂妄 你从来不狂妄 你需要承担很多一些资源吧 给到你的支撑是有限的 然后你很多时候或者我作为一个这个上进心有比较强的在勉力支撑 所以你就必然靠一种把你的自我最大程度的呈现出来 对 就是您说的那个所谓的霸气你知道吗 其他有时候是一种也是一种虚幻的表象 你那时候是中海地产成都分公司的老总 对 对一把手 那么讲课是给九号公馆讲的课吧 你请我过去 有一年我给你算的是 你们的中海地产的最高层要人事地震 人事 你大概是 16年给你算的 1516 你都反复的说你的周边的人是要变 上面的人要变 结果那两年最大的就是疏于进而风不止 就是确实就是发生了一些特别惊 惊涛骇浪 惊涛骇浪 给你看的你的紫微斗数命盘 然后我说的是你的那个中海地产的人事高层要发生地震动荡 然后影响到你 你可能要走 你当时 其实你当时心里是不爱听的 那肯定啊 这个意味着我那么 打拼的 勉励坚持的这个事情就是画上句号 就不用坚持了 倒是好 但是那不是我愿意的吗 我也已经习惯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我当时说出真话来的时候 就跟我当年零五年说你在这个澳大利亚会 会这个赚不到钱 白忙活一场的时候 你也是 其实真话有的时候人们是不爱听的 你没觉得吗 因为是这样 有时候就是玄学这个事情让人感觉到很沮丧的就是我要是信了这个玄学的推导出来的结论 似乎我就不用去努力了 那要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这个你就连去尝试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你始终还抱有一线希望说万一我能够对抗天对抗地 一切都是定数 他那么 nunca能够因为都没有了 是的 对 我就走开了 就是你 我就走了